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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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村子里还有他四个儿子 为了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简德明一致诉状将四个儿子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履行对自己的赡养义务 云南省永善县人民法院对这起诉讼也高度重视 因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赡养纠纷 为了能真正化解母子间的矛盾 开庭前 法院各部门的领导开了一次愿务工作会 好 关虎 你刚才说到你这个案子了吗 现在你审查下来以后 他们最突出的矛盾的争议 你焦点是什么 现在建立民的情况就是生活相当困难了 连基本的生活桥点都没得 住的没得 住饭吃的地方没得 然后在经济上也相当困难 就靠政府的一点地保 地保多少钱 地保只有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只有九十多块钱 九十多块钱 就是愿高了吗 对 愿高 就是现在的生活来源就是 每一个月享受 我家给你地保九十多块钱 对 我来补充回报一下嘛 从了解一下的情况了嘛 这四个儿子呢 对他像母亲了嘛 是机缘非常深 就认为他的母亲 是没有对他们进到抚养 教育的义务 所以说应该说是基本上了嘛 不愿意承担这个 山羊老人的义务 这个愿比他所在地 以这个乡镇 相续多元的距离 嗯 两公里左右 再加上背高当中 有一个是残疾 再加上背高当中有一个残疾 那么我们主动上门 做好双方当身的思想工作 那么你求通过我们的工作 使这一家子之间能够和目相处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案子还可以考虑好了嘛 这个八十几岁的这个老人了嘛 就是愿高方的嘛 因为年龄太大 家庭也困难 可能在标打上边呢 标打自己的诉求方面 还是有些困难 那看看能不能联系 跟他自定一个来历人 由于原被告所在的村子 地处金沙江边的大山深处 法院决定采用巡回法庭的形式 进行审理 庭审法官将庭审现场 搬到了村子里的一块空地上 公司那里的一块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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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块空地上 全都会脚位 在这一块空地上 能够的ankip 那里的一块空地上 在这的空地上 然后我还是打一块空地上 就是这一块空地上 我只是想起了 而且是不够的 全是不够的 像东西 我一块碱 就我一块空地上 宣判员 人就是到齐了 可以开始生意 原创县人民法院 巡会审判法庭 今天在这边 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简德民 做比告理质科 理质钱 理质西 理质新 三样九倍案 现在开庭 法庭上 坐在原告简德民对面的四名被告 分别是简德民的大儿子 理质科 二儿子 理质钱 三儿子 理质西 和四儿子 理质新 现在由原告机器代理人 宣读起诉状 我的请求就是 请求就是说 我要个住去地方 他就要求四个被告 每一个月给付三十月的赞养费 接二个 就要求给老人家找一个居住的地点 你要求住在哪一点? 我也不要求住在哪一点 就他们管大个冒丝坟的办法 我都感愿了 每人给付三十块 哦 他们进的质很 也不要好多 一个家一个 管三十块就没差不多了 简德民说 他实际上有八个子女 之所以不起诉其他人 是因为其他四个子女平时都很孝顺 他也想不明白 同样都是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法庭上这四个儿子对他的态度却和别的孩子截然相反 简德民说 自己虽然有政府发放的滴宝 但因为平常还要看病吃药 光靠滴宝的收入是不够的 再说现在自己年纪大了 没办法再减食费品了 本想着有四个儿子可以养老 却没想到现在连个安稳的住处都没有 他后来就厚着脸皮住在小儿子李泽兴家 可是晚上睡觉连床都没有 只能用两个板凳中间架一张门板当床睡 好几次睡着睡着就掉到了地上 我把板凳睡 放我滚在地上里 我就是滚下来 滚在地上 把我老婆打了 从几天家里 那你想到最大的想法是什么 最大的想法就是什么 我要把土 把成土煮的饭来吃 种到鱼 就是我的 那么面对母亲并不是很高的赡养要求 法庭上几个儿子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李泽科陈述 她是家里的长子 但是简德明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五十年前 自己的生母去世后 父亲便带着她和妹妹李泽荣 与简德明重新组合了家庭 之后 简德明生下了李泽钱 李泽西 李泽兴三个兄弟和两个妹妹 李泽科 原告简德明对你进了抚养教育的衣服没有 这个东西来说 刚刚没得 这个也是不可能 李泽科表示 简德明嫁给父亲后 又生了五个弟妹 说白了 季母对自己也没尽太多的抚养和教育义务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老人年纪大了 他还是同意满足老人的要求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法庭上 作为简德明亲生儿子的李泽钱 却坚决表示不同意母亲的要求 情绪甚至一度失控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李泽钱向法庭陈述 三十四年前 母亲简德明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家走了 而父亲在母亲离家的两年后也因病去世 大哥李泽科当时也成家在外 家里只留下十一岁的弟弟李泽西和刚刚四岁的李泽星以及年幼的妹妹 而母亲一走就是十五年 在那些年里 是他一手把其他弟妹带打成人 也就是说 简德明根本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一提起这些 他就对母亲的行为无法理解和原谅 法庭上看着哥哥和母亲的争吵 简德明最小的儿子李泽星当庭表示 他赞同二哥李泽钱的说法 母亲早些年确实对子女没有尽到抚养义务 他没抚养那个都嘛 先告老公 我不同意了 钱我不同意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 另一被告李泽西对母亲的诉讼请求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不管他就前面住的好不对的地方 我觉得 他自主是我们的母亲 是不是 我认可就是法院的任何判决 我支持你们 八岁母亲居无定所 状告四儿要求赡养 法庭审理 儿子们为何却说母亲对子女不负责任 你进了好过那个义务 你做一个母亲 三十多年前李家出家 十五年未归 年迈母亲 精进有何难言之意 行程现场继续播出 春节特别节目 家河万世新知 八岁母亲的悲喜观思 太阳不叫你 远高不够不能去晒 不可以打把伞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 远高杰德明 你是哪个世间与洛云然结婚的 结婚呢 我们二十岁半的婶子 你与洛云然生有几个子女 九十个 九十个的 叫什么名字 罗云华的嘛 简德明陈述 其实他有过两段婚姻 在二十岁的时候 他先是和四川平山县 一个叫罗云然的男人结了婚 并生下一个儿子叫罗云华 十年后 他与罗云然离了婚 回到云南老家 与李泽科的父亲重新组合家庭 并先后生育了五个儿女 远高杰德明 你来养家吧二十四 罗云华有几岁 我们国家有几岁了 你对罗云华进抚养教育义务没有 没有 简德明说 如果要说他没有进到抚养教育义务 那也是对不住远在四川的儿子罗云华 因为在嫁到李家以后的十六年时间里 他不仅含心如苦养育了李泽钱 李泽西 李泽星等五个孩子 而且对李泽科和李泽荣两个妓子 也是势如己出 尽心尽责 就说反正我对他们 跟我的是一样的 反正我没亏难他们 就说媳妇 说冯家公家 这都是我的条码 简德明说 退一步讲 抛开妓子李泽科不说 法庭上其他三个儿子 可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 怎么能说自己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呢 简德明说 三十四年前 前夫罗英然来到云南找他 说儿子罗英华因为玩火药枪 炸伤了腿 希望他能回去照看一下 于是他跟着前夫回了四川 你一九七九年到罗英然家后 你对生活在两家八二十岁的子女 竟抚养教育一步没有 就是他老孩死了 他老孩头年死 我第二年再看了第三年 怎么就来 简德明告诉法庭 他并没有像李泽前说的那样 后来抛弃了云南这边的孩子 事实上 因为大儿子罗英华的伤情很重 他先是在四川照顾了三年 后来得知云南的丈夫去世了 考虑到还有那么多孩子需要照看 他和前夫罗英然便一起回到云南 照看李家兄妹 却不想 没待多久 他们就被儿子李泽前赶回了四川 李泽前怕我们脸了 他说是没抚养到他 没抚养他不出去 还没抚养到小李 这是他做的 不是我做的 他把我们抚养到的 一高原高所成熟的 是不是 是是 家里家里 我们这个主义专家他们全部卖完了 家里 你说得去吧 马上把我抹一下 随便你人家去哪里 我都不行的 我跟你说 你说得去吧 你说得话 你哈哈你又整到 但是是不是你卖了 等你问财西 财西 他大事就知道的 三儿子李泽西当庭表示 实际情况是 当初他们也同意母亲和前夫罗英然过来和他们一起生活 毕竟自己的父亲去世了 家里这么多孩子也确实需要家长照顾 可是后来孩子们发现罗英然不仅不管孩子 而且好吃懒做 于是二哥才坚决让罗英然回四川去 母亲也跟着走了 这一走 就是十年 法庭调查 揭开一段两代的埋藏多年的积怨 八军老人十方五年 究竟是迫于无奈 还是另一个原因 母亲和四个儿子对付工厂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李家兄弟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痛的家庭故事 确实叫做是迟了上路下的 庭审现场继续播出 专门特别节目加和万事幸福 八军老亲的分析官司 原告你们有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没有师妹 你之前你谈一下 你的母亲走后 你们最伤心的这些事 你还记得过 我哪个记不得 就是真的没吃的 他也走了 我家伯伯就哭 我从小的个兄弟 我要说嘛 哭了我家弟就哭了 李泽谦说 1979年母亲离家去照顾四川的儿子罗英华 可没想到母亲一去不凡 父亲连疾带病 两年后就去世了 所以他一直认为 父亲就是被母亲气死的 而面对我们的采访 李家兄弟说 人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母亲走了 父亲死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他们兄妹几个缺衣少食 为了生存受尽了磨难 我们家里面粮食 对我们这些普遍嘛 家里面的粮食都不够吃 都要向人家借 我们那时候 很小 人家很多就叫 跟人家说好了 借给我 就去跟人家都不借给我 总是你是有当 借有当嘛 是啊 那时候全是我管嘛 真正的就是 他走了那几年了 那几年的时候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 一年到头 就是说到五年 落学落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工作人家 人家都不得了 我这样子 随时叫做是 吃了上的 我下的 李泽西说 过去的苦日子 实在不堪回首 可即使是现在 他们几兄弟在村子里 也都是很贫困的人家 二哥李泽钱 都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还要去镇上 帮别人背东西挣钱 他自己是在一九九五年 在一次施工过程中 出了事故 导致左腿高位截肢 这些年来 只能靠低保生活 现在挣不到钱了 就靠政府 就我们扶持了 那样低保 那就靠那低保 维持生活 李泽西告诉记者 他们家现在最困难的是 小弟李泽星 因为李泽星 不仅家境贫寒 而且还有一个 十三岁的脑瘫孩子 我这个房子就是从小子上打的 现在都是围房嘛 全是 住的是围房 围房嘛 全是围房嘛 你看这个 对吗 我这个家头 家头贫寒 房子也挣不起 也修不起 你说找活儿干 物理也残缓人 皮肤身体不好 总会儿他也干不了 什么 我就叫困去了嘛 李泽星说 尽管哥几个家庭条件都不好 但是自从母亲 1994年回来后 几兄弟都轮流 赡养过母亲 母亲更是在他家里 生活了十三年 只是因为自己房子 只有两个放床的地方 母亲又不愿意 和脑瘫的孩子 睡一张床 所以才在堂屋里 用两个凳子 架一张门板 让母亲睡觉 而一说到母亲 时慌五年的事情 几个兄弟 更是感觉委屈 我也不想说 说就要哭吧 言论要来啊 地方知名的帮不过 我家五年 我姐姐那些都来 都劝过他 就叫他回来 他当时还说 很多日期人的话了嘛 去年不是2010年 他说这个马上就世界末日了 他说 不是说你们不管 他一生当中都是追求自由的 他就是讲的自由 法庭调查结束 开始法庭辩论 原告简德明 你先看吧 就是谈理由 我呢就是现在是要求的时候 我一个做的地址 一个煮饭吃的地址 就是我不要去厚高 简德明说 经过这么多事情后 他现在只希望今后 能有个住的地方 自己能做饭吃 而原告委托代理人 则向法庭表示 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的法定责任 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曾经的过错 而推卸赡养责任 这个赡养这个法定规定 一个是不能以任何其他理由 放弃赡养的理由 这个是一个是有明确规定 原告方认为 虽然几个被告小时候 是受了不少苦 母亲也确实有些年没尽到责任 但同时也希望孩子们 能理解母亲当年的难处 虽然是到79年 走了以后嘛 但是原告 走是有些原因 但是四川那个 罗英华 是赶着杂兜才过开的 因为那方同样是她的子女 所以对你们 就是没有照顾走到 这个原告 就具体说明哈 你住房问题如何办 给我整个房份 我把个铺 把这个做的饭来吃 啥子都不要 他们给我拿过油 生活费还要不要 生活费他不拿 我要啥子 我是问你的要求 你要不要 我要 我要啥 我要啥子 不要不要 那么对于母亲的要求 几个儿子又会怎么说呢 你告诉你 你是可 发表你这边的意见 我给他30块 我又60点了 那东西以后 我又找不到 我都是能买办法 就要钱了 我也付不起的 你告诉你 你是钱 法令面前人是平等 这几个兄弟妹子 我看大 看你他又给我 你法令又给我断 他又给我好多 我把他拿进来 你给我补起来了 我再给他 你身体办到的 好的不要求 我是不代言的 反正我就是说 还是怕你养了 十几岁了的吧 你养了我十几岁 我养他们30岁 你是不够了 你是不要良心 不要良心就不要良心 我不能跟你说 当时我还不敢说 我不能说 前双方当事人 注意整首法庭 几率的 他 你跟你这钱 你问他干 便利监 发表完没有 发表完了 在随后的法庭辩论中 被告李泽熙和李泽星都表示 尽管母亲以前 确实做的有些不够好 但现在毕竟年纪大了 他们都同意母亲的要求 只是希望母亲 也能体谅 他们现在各自的难处 而李泽熙的委托代理人 也同样认为 母亲简德明 也要理解儿子们的心情 毕竟他们小的时候 吃了不少苦 远告自己一探眼 自己有几年的时间 没有对本案当中的 被告尽心 抚养意义 但是呢 你能说是 毕竟是一个家庭 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都在为对方作相呢 这样才会真的 达到安吉思料的目的 法庭 延年龄结束 双方当事人 是否申请 我们主持人的调改 由于原被告 都当庭表示调解 法庭随后对双方 进行了现场调解 并最终达成了 一致的调解意见 即从2013年8月1日起 四个儿子 每人每月 给父母亲 简德明赡养费50元 简德明选择 同三儿子李泽西 共同生活 法庭调解 母亲最终与儿子们 达成一致赡养意见 诉讼过后 李家兄弟和母亲 是否真正丁世清闲 法院的后续工作 又能否圆了 一家人的黄狱的梦 警察在案件审理结束 四个月后 再一次来到 永山县法院了解到 尽管达成了调解协议 但是李泽前 因为生活极为困难 一直无力支付 母亲的赡养费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 院长孙心 准备去找镇领导 为李泽前 解决一下 第一宝问题 来到镇上 孙院长和庭审法官 王光宏 向镇党委书记 介绍了案件的审理情况 并希望镇领导 能协调解决 李泽前的低保问题 这样李泽前 就有一定经济能力 来支付母亲的赡养费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说你们 帮助解决了 像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 解决低保的问题啊 等等这些 解决好仔细了 他也就有能力 再来旅行发源 达成这个协议 他这几个儿子 应该说对老人家 就是不经这个三样一样嘛 一不来是以前 还是有些气 心里面这个 比如说家庭处置 也是困难 当然当委政府这个角度 已经不用吃了 给一些关系人和防守 那么使他们这个家庭 这个和睦相处 好 谢谢 好 感谢你 我就代表老婆亲 感谢你对他们的关心了 感谢 谢谢 原来 好 好 好 感谢 好 我们就走了 好 好 从镇上出来 记着跟随法院的同志 要接着赶往 简德明所在的村子 把院团委捐赠的一副轮椅 给李泽前脑瘫的孩子送过去 光红 你好好练习 看这个李泽前 李泽前脑瘫的孩子 不要我们说 轮椅国他不在 你小心吗 你待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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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去 你待会他 等待我们 我们马上就 轮你家 阿猴 这小姑娘有这个轮椅 这孩子就 上边多了 不好,不好提交一个人了 他以前的那个是个木头斗的那个,怎么会有这个螺翼舒服 他要走了不好 我等会可以拿 很快到了,快好了 我们送个螺翼来给姑娘 看看吧,看看来做,试好看火不火 帮着动不? 慢点,慢点 看这个要拍摔到这下边,摔到这边 抓,抓一下 要抓个,刷个,刷个,刷好,这个是 这个不算这个 对对对,这个是 看来直接好像牵着一个袋子 好,高不高兴 方便一点 方便多少 方便多少 他安全一点 当然我都不在的时候,他有安全的袋子吸着你 吸着你 不谢不谢 感谢沈院长 为我们捡取了低保和困难 不想让你客气了 今天都是该说的 林大 最远的你们 为了国家母亲 这个事情 驱逐我们 大家父亲就认识 谁愿着我们 感谢你们认识 不谢不谢 记者在三儿子李泽西家里 见到了简德明老人 他告诉我们 现在的生活很安逸 通过法庭审理 他现在也能理解儿子们的难处 他现在也能理解儿子们的难处 他们的钱 他从整个到时间 他们就来教育 教育了 五下的永远 你好了我们也都高兴 当得知我们的节目 是在2014年春节期间播出时 李家四兄弟希望我们 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 多年来和母亲话都很少说的李泽前 也主动张握起来 李家四兄弟说 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 第一张全家福照片 真可以说是来之不易 今天就是他们一家 圆了团圆梦的日子 所以还要像别人家过年一样 全家人吃一次团圆饭 李泽科和李泽前哥俩 还提前把新对联贴了起来 记者也代表节目组 向一家人表达了祝福 对 给责心哥一个 责心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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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一家人快快心心 责心哥一个 咖哗 他不讧练 这个 有点 到 快 你 了 你放下午,然后挖起来 你放一下吗? 没有,你两头多的,两头多的让它煎 看着眼前一家人大团圆的场景 母亲简德铭也说出了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话 我做的时间对不起,你满进来两个人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需要多多多年 我希望不上心事 就想到你们永远把我多么味道 我喜欢你,自己想要给你把我自己当回来 我太过手了 因为我也是一家人 相信我和你一家人 永远都要给你,你把我自己当回来 那滴浪漫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欢酒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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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旧天长